大家好,我是小虹母 有对阴阳眼,可以看到第二个世界 有时还可以跟朋友们沟通 千奇百怪 想听我和朋友的日常故事 记得按进来 尼敦道上的日本兵 小虹母遇到过不少鬼 不过都是人畜无害的 周围走过路过 你不理他们,他们都懒得理你 最多就是打招呼 望下我,或者跟我说几句 断断不会想着伤害人 他们生前都只是普通人 自然原因死亡,所以没什么怨念 还留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爱与和平 齐唱We are the world 相反,我遇到过二战时期的日本兵 每一个都极具攻击性 甚至是收声 望下他们都随时拔枪 每日还是以打人杀人为乐 所以见亲他们都很讨厌 我经常骂他们 想他们继续虚妄 继续沉淋亚被地獄 无论在中港台三地 在街上,郊外 或者一些重要的历史设施 都见到日本兵在 有时候是单人 很多时都连群结队 不是什么稀奇事 他们外表很容易认 身上永远还是穿着那套茶黄色军服 托着着长枪 之前几次见过他们在街上行军 有次见到他们在太空馆打那些途人 有次见到他们在郊外追杀那些平民鬼 他们死后的样仍然凶悍 雙眼血红色,面目僧灵 行动几乎疯狂 不断叫嚣和傻笑 整班疯了 近乎疯狂精神状态 那种残忍 直头好像野兽一样 Sorry,这个我说错 他们真是连兽类都不如 这些就是我对死鬼日本兵的客观描述 一点都没有加严加操 说回今天的内容 事发地点是香港的尼敦道 那里是旺角段 六条行车线,车水马龙 红绿灯前 永远人多到密密麻麻 在这么繁忙的地方 大家怎会想到 原来常常有帮日本兵 在马路来回地走军 我曾经见他们在尖沙咀出发 以暴粗形式走到佐敦 又见过他们走到油麻地 突然进去横街打巷战 而今天 说的是在旺角队开马路 今次又见他们出动几百人 场面比以前浩大 我那晚好夜放工 走过卫风中心对开 那时没有疫情 没有人戴口罩 夜晚周围的危红灯 照在人的面上 五彩缤纷 但是照在日本兵上 就暗淡无光 他们那晚人多到 站满了来回行车线 我数下人流 可能有几百个兵 鬼未见 声先到 开始的时候 我是先听到一轮清晰的日文 大声在叫口令 然后几百个日本兵 就迅速集合 大概十秒之后 几百人在香港闹市一起喊 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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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万岁 或者是天皇陛下万岁 当然啦 整街都是人 是得我一个听到和见到 两个平行时空 日本兵有他们喊 行人继续行街shopping 真是现实版的 战争与和平 和共存空间 老实说 这帮鬼子兵 真是有纪律意识的 令行禁止 完全听前面那几个司令兵叫口号 和吹哨子 前面有一个骑马 应该是大军官 手上拿着军刀 对脚就夹着一只马 口中不停 吉里咕噜 大意是宣讲着一些作战计划和目标 说不够几句 就一次 叛債 振奋一下士气 而后面那帮兵 全部就这样看 个个疲惑骨兽 伤目无神 好像丧尸那样站在那裡 但当听到前面那一声万岁 他们整班马上亮灯 打了兴奋劑 几百人一起举起双手 不停跟着叫 他们当中有个类似下级军官的日本兵 站得和我比较近 我看得很清楚他的样子 五短身材 大约160cm高 头戴黄色野战板军帽 旁边没了两块布 他还戴着一副圆形眼镜 留着日本人最喜欢的希特拉式小胡桑 穿着黄色日本夏季军服 雙脚有绑帽 腰側挂着手枪 子弹袋 和刺刀套 他手握着的那把军刀 大约半个人那么长 日本军官当时是见到我的 大家四目交头 但看他的样子 只是好奇了一阵 很快又投入回行军的工作 他身后的日本兵 全部都穿着茶壳式的陈旧军服 皮带斜挂着空前连着腰带 头上戴着土色圆钢盔 或者布军帽 手上拿着三白色布枪 有部分还上刺刀 虽然我是在十米之外看 但我仍然看到刀锋上面 有着隐隐的血迹 中间那一排 明显和前面不同 他们穿着预寒大衣和大皮帽 还戴上手套 他们这班 不是个个都有枪 有些只有刺刀 有些还是赤手空拳 最后面那几排日军 用衣衫男女来形容 直接乞衣那样 身上的衣服破破破破 有些连一只袖都没了 腰带更加不在话下 用骚髒骚的布来前脚 赤脚地站在马路 这班兵普通身形都矮 瘦到连新马仔长歌 都比他们大脆 有些还离谱 熟老药残兵部队 不是断手就是跛脚 有一个最厉害 只剩半边头和面 单眼死雨地望着前面 我当时心想 他们是不是死了之后 临时被人拉来集合 或是战斗到个个一颜一忽 真是不知道 他们明显没有最前排那班 那么精神爽利 整班听着指令都目无表情 转身和向前行又慢 每行一步成几秒钟 动作又很不自然 好像机械人那样生硬 回到大环境 一方面 尼敦道那么多车 六条行车线 无数巴士和私家车洗过 另一方面 他们在摆阵 而方队及检阅台就设在路中心 阵仗不小 又粗练又检阅 还要他们前后左右转 盛放和年初二的花车巡游不差太远 人车放在一起 实有冲突 日本兵队被无数的大小车辆撞倒和剪过 不过有趣的是 小车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可能因为私家车看即势 撞上方队都不见有什么反应 相反大车就不同了 当巴士撞上去的时候 好像刮起一阵大风一样 整队兵都移动了 很多士兵还吹到跌落地一样 不过始终他们是零 很快又起回身 拍下身上的灰 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当时真的有些幸灾乐和的心态 好想带货车和泥头车过来 将他们好像保龄球那样 撞到一扑一轮 不知是否我的心声被他们听到 或是我喜迎于逝 竟然有两个外围守护的日本兵 发现了我 跟着走过来 他们两个是普通士兵的装束 一个戴钢盔 一个戴帽 两个都有长枪在手 还上了刺刀 我当时原本站在路边等巴士 看到他们凶神恶杀 来者不善 立刻转身进去附近的一栋旧式的商下 他们两个见到我走 立刻加快脚步 鸡甲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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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幸好我有缩骨遮在手 先有武器抵抗 两人一前一后 一个在入口不够两米的地方停在 举着枪瞄着我 另一个够狼死 不理三七二十一 一来就刺我 我临危不乱 用遮袭地挡 在开始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输舌 可谓旗鼓相当 但他始终都是专业杀人机器 训练有数 好几次我都失手被刺中 他阴湿度特地瞄准个头力刺 虽然我当场没有明显受伤 但被刺中的地方 之后都会有几天酸痛 他刺了我几下 见到我都没有受伤 就开始惊起上来 然后用一轮的日文乱叫 大概意思是说 妖魔鬼怪 我心想 你个PK惡鬼先告狀 外面的日本兵 见到势色不对 叫横刺的日本兵避开 彭彭两声 连开两枪 枪管无烟 suppose我应该是中弹身亡的 他们两个等了一阵 见我毫发无损 还笑笑口的 才知道奈我不和 战斗就这样停了下来 僵持局面 同一时间 马路上的方阵仍然向前 而外面沿路有几个行人经过 直接行穿过他们的身体 日本兵不知道怎么办 用刀刺他们又不是 走又不是 有些手足无躁 突然 哨声响起 马路上一个日本军官 跑了过来 又是 巴格巴格 不停地骂那两个兵 他们不能不放弃 头哒哒地跟着军官走出去 之后我看着方队 好像暴躁地往太子方向去行 那两个日本兵 还不时回头找我 好像想报仇 战争的时候 人性变成修性 甚至被野兽更凶恶 这帮日本兵 做了鬼之后 都还是继续他们的恶鬼本性 希望他们沉淪阿卑地狱 无忧无止地从死而复生 生而复死地受苦